- 各位觀眾朋友我是黑羽 歡迎來到我們的HeadHawk 看到這個標題應該很多人都知道 有非常多人非常期待 不管是表序什麼 都一直想要我這邊表態一下 我真的是被搞得頭很痛 因為我原本沒有打算要對這件事情 多做一些表態 Gino的這個案件的事情 那因為太多人提到了 然後加上說Toys最近還有剪一個精華的部分 所以我就想說好 那我就把今天我自己我知道的 我自己感覺上的 等等想法 跟各位講 也請各位不要再對兩位造成過多的一些騷擾之類的 首先我來講一下為什麼我之前不表態好了 因為我覺得這件事情不是一般的小打小鬧 不是什麼我跟你不合之類的這類型的事情 這件事情是昇華為案件 我不是當事人 我甚至連他們那時候的酒局 我都不在裡面 我不是當事人的情況下 我覺得我做過多的表態都會影響到雙方 不管是好或壞 所以當初我一直不表態的原因 就是因為我怕多少會影響司法判決之類的 所以我就沒有過多干涉這件事情 我只有中間去當證人 可是我不確定我是被男方傳喚還是被女方傳喚 其實我有點記不太清楚 算了我應該是丟掉了 之前的話我有收到很多張傳票 因為那時候被傳喚的時候有一言在演 因為那時候疫情 我大概演了三次吧 所以我都大概收了三到四張 總之我為什麼我之前一直不表態 主要就是這個原因啊 再來的話就是各位最好奇的嘛 到底發生什麼事 那想要知道發生什麼事了 大家可以自己去查判決書 判決書上面都有寫的一清二楚 我自己本身對於判決書上面寫的 有些部分其實我覺得不能理解 因為我覺得有些部分是錯誤的 或者是判決書的意思 跟我想的意思可能不太一樣 直接講結果好了 結果的點就是 大家很好奇嗎 地點在哪 我直接帶給各位看好了 首先我在這間房間 當初租給GINO的房間 那時候我記得一個月是住他兩三千塊 再來 再來我這間房間是之前養貓咪 然後貓咪是現在都放出來 然後跟我剪輯師房間 然後這個是工作室的廚房 記住這個是工作室的廚房 上面我們還有通那個 就是冷氣的管線 所以上面我們有挖洞 可是這個門是關不起來的 因為我們是最近才挖洞 然後這個 這個是我們工作室的廚房 左右兩邊是長這樣 對 好 然後我們在我們在我們再繼續走 那這邊的話則是我們工作室的客廳 對 工作室的客廳 客廳到這樣 喔 然後後面的話是 現在是空房 這件是球球住的房間 這樣 對 然後再來的話 這間的話是我員工房間 就是他辦公的地方 有點亂 對 我員工房間 這個就是 我整體工作室的格局 然後再過來的話 這裡就是寫櫃 然後就出口這樣 OK 好 大概帶給大家看一下工作室的格局 有人看到這邊是不是就已經 懂了 工作室的格局 跟當初事發地點根本不一樣 有人可能會想說 你廚房名就一樣啊 我老實講 我們這棟大樓所有的廚房都長得一模一樣 所以你要這樣講 是一樣的 當然是也是OK 但是我們櫃子已經買很久 東西都買很久了 這個隨便查證都知道 你們可以直接看我以前的影片 隨便找幾部 我有在廚房拍的影片 然後時間點是在 事發的時間前 都可以 隨便看都可以證實說 我廚房的櫃子什麼東西 其實原本早就買好 所以兩邊根本是不同的定點 那大家就會問說 事發地到底是在哪 首先 工作室的格局是 事房一廳兩位 兩個陽台 前陽台後陽台 跟一個廚房 當時的事發地其實是這樣的 那時候工作室 隔壁 那時候有租給其他的創作者 事發地其實是在隔壁那個空間 所以我才會說 這件事情跟工作室 毫無關係 因為事發地跟我不是在工作室 甚至連女方都不是工作室的人 她甚至沒有在我影片裡面出現過 那現在的話是已經被 就一般的鄰居租走了 他們後來都退出了 隔壁是這樣 隔壁是住A女 跟另外兩名創作者 然後還有一名創作者 是住客廳的部分 隔壁除了A女以外 其他三位創作者 其實平常是不會待在隔壁的 對他們來說隔壁只是一個 工作跟放東西的地方而已 或者是拍攝之類的地方 所以隔壁的那間房子 平常其實只會有A女在 大部分的創作者都屬於來回 所以平時非常少的時間會在隔壁 至少就是晚上過十二點以後都不會在 所以大家到這邊應該就可以知道說 為什麼我當初發一個黑白聲明說 這件事情跟我們工作室無關 然後甚至A女也不是工作室的人 之前為什麼一直不講 主要就是因為這個原因就是 我不想要這個火越滾越大 然後讓大家去找說 A女到底是誰啊之類的啊 但是因為現在太多人講了 實在是每天都有一堆私訊問我說 到底要不要出來表態之類的 可是我也不知道我要表態什麼 我知道就這麼多了 那我們再回歸到判決書 那判決書上面有寫說 林差漢的工作室 對林差漢確實就是我的名字 我猜測了 因為大家做筆錄的時候 或是被法院傳喚 大家的說法都是工作室 兩邊對他們來說可能都算是 這邊是我的工作室 那邊是另外一位創作者的工作室 所以他們統稱為工作室 導致最後判決書上面會這樣寫 就是只寫工作室 因為法院判決書上面只有寫 林差漢工作室 所以他們會把這一項銘幕 套用在所有只要判決書上面寫工作室 一律都是套用到是我的工作室 所以才導致一堆的想說 不就你的啊 你要說不是你的 簡單就想一下 我們工作室二十小時都有人在 白天不用我說嘛 一定有員工 晚上也有人住在這裡 那工作室在二十四小時都有人的情況下 發出任何聲響 我會不知道 工作室的夥伴會不知道 這個動點腦袋應該也想得出來 所以當初判決書出來的時候 我看到我也覺得 所以他是指說所有發生的地點 都是在我工作室 就很奇怪 我就覺得說可能就是因為 大家都講工作室三個字 所以法官以為 事發地點跟我的工作室是同一個地點 或者是其實法官他們寫判決書的工作室的部分 原本就有兩個意思 只是他們都寫工作室代稱而已 我不確定 我不確定 但是在這邊我可以證實就是 事發地確實不是在我們工作室 是在另外一間房子 當初也不是做什麼切割之類的 因為一堆衰民就一直在 騷擾我工作室的其他夥伴啊 說什麼啊是不是你啊是不是你是不是你 所有女生都會被問 只要有來過我工作室的所有女生都會被問 我真的是傻爆言 然後在這邊我要跟各位講 久了面之前有來拍我工作室的一部影片 那部影片各位就是看效果就好了 為什麼 因為我們工作室並不是隨時隨地 都有這麼多女生在 那天其實是我們有刻意說 就是說其實我們可以抓一些 以前有常住一陣子 然後或者是常來的 然後我們就有抓大家一起來拍這部影片 不用特別從那部影片裡面找是誰 因為當事人也沒有出現在那部影片裡面 其實從以前到現在 欸你就是在自己房間做自己的工作 然後我們偶爾大家聚餐之類的 所以很多吃瓜群眾一直想要知道 事情現在終於豁然開朗了 判決書的話 我不太確定 說不定他寫的工作室就是有兩個意思 一個是我的一個是另外一邊的 我不確定他有可能是這樣的意思 可是因為我自己看的話 我會覺得說他說的意思都是在我這邊啦 我看的話感覺是這樣啦 但實際上並不是 那為什麼會這樣寫 可能就是因為大家都是說工作室三個字 所以才會導致出路的部分 但是我覺得那判決書這樣寫 也不太會影響到任何的因果關係 這是我感覺 除了這一點的話 其他點其實要嘛就是我自己也不知道 因為其實我都是額外被告知的 不管是任何發生什麼事情 大部分都是額外被告知 身為被傳喚的其中之一 我對這整件事情剛好沒有參與到 通常有什麼酒局或者是聚會我都會參與 但這一場我剛好都全部都沒參與到 不管是吃早餐的怕 或者是什麼他們喝酒的怕之類的 我都沒參與到 所以大家一直要我表態 我真的是不知道要表態什麼 對我能講就這麼多了 我有看到很多留言有在講說 他想切割啊包屁很不好 可是重點是我沒有包屁任何人啊 我就是屬實的這樣 我也沒有做偽證 因為當初我被傳喚的時候 他們也沒問我說工作室怎麼分 他們沒有問我 他們只有問他們想問的 因為當下還在判決中嘛 所以我也不知道他們的工作室的分類有錯 或是有誤 目前狀況總體就是這樣 希望那些說明們有得到你們想知道的答案 然後有些人是想知道真相 老實講啊 我真相其實我也不知道 這件事情到底有沒有發生 因為我並沒有看到 所以我也不能多做想法跟評論的 因為我真的沒有看到 萬一有或萬一沒有 其實對雙方影響都是非常大的 但是到底有沒有 只有他們當事人才知道 所以你們再怎麼問我 我也沒辦法跟你們講出正確答案 因為我真的不知道啊 這件事情搞了我很久 動不動三不五時就會有觀眾來問我 對於有一些我真的覺得很智商的發言 是像有一些人講說 為什麼黑羽不在隔壁裝攝影機啊 我跟你講我在隔壁裝攝影機 我才要被抓了 我在別人住的地方裝攝影機 OK很聰明 那今天至少要讓大家理解說 不是在我工作室 然後有人提到說 我的人脈資源就是比Gino大很多 Gino現在真的很需要幫助 但到現在我都沒有出手相助 等到最後Gino真的含冤入獄了 是否會當初沒伸出援手 幫忙感到後悔呢 難道朋友有難的時候 不該出手相助 或者是幫忙發生嗎 我跟各位講 朋友有難的時候 是應該出手相助跟幫忙發生 但是今天 今天我們遇到的這件事情是一個案件 我並不是當事人 我沒有親眼看到 當時發生了什麼事 我也沒有任何證據可以證明說 Gino到底有沒有做 我也沒有任何證據證明說 女方有什麼樣的問題 我該講的我都在法院上面講了 今天你要我出來幫Gino作證 是要我做偽證嗎 就一面倒的幫他說 司法不公啊之類的 還是你要我來幫女方說 他是真的被Gino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啊 你要我做出任何這樣的方式嗎 很不妥吧 我完全沒有任何證據 可以證明這件事情到底是否為真實 我能期盼台灣的法律 採取出一個最正確的結果 那目前台灣法律的結果就是這樣 我不知道有些觀眾對我的期盼是什麼 我不能無腦的腦衝去做這些事情 世界上任何人做出任何事情都是有可能的 人的心理處是一個未知處 你一定沒辦法摸清一個人完整的全部 所以任何人都會有什麼意外 可能被情勢所逼 或者是突然一念之想之類的 我的一句話之類的 可能就會影響到大家的思考 或者是法院的裁決 我能做的 其實我都在法院上面做了 法官問我 法院問我的什麼 我都是老實回答啊 我知道的我也都講了 所以我覺得大家這些事情也告一段落吧 不要再去查說女方到底是誰了 像有一些人有查出女方是誰 也不要大肆宣傳 也不要講也不要查 一群沒道德的傢伙 都已經三審定宴了 也只能跟著法律走 我能講 我能幫大家解答的我都講了 我知道事情就是這樣 如果有任何問題的話 都可以在下方留言跟我講 但我不一定會回答 小心的狀況大家自己去看判決書 好 那我們來做個總結 因為我不知道事情的真實到底是怎樣 我不在現場 然後也沒有任何的攝影機之類的拍到 這已經是案件了 我不能對於案件形式多做一些表態 因為做任何表態 都會有可能會傷到雙方 那目前大概就這樣 對 我能講的都這麼多啦 所以我一直不懂為什麼觀眾要我表態 好啦各位觀眾 那如果喜歡這影片的話 的話記得喜歡 訂閱 喜歡 那各位有什麼想法 都可以在下方留言跟我分享 繼續追蹤歌迪 按照我粉絲的追蹤 每週六日的下午1點 會更新遊戲影片在黑羽補玩 每週六日下午3點 會更新貓咪咪影片在羽毛投輪會 那我們就下部影片見 掰掰 掰掰